大家好,我是龙儿 西瓜熟不熟,看一眼这里就知道 一条一个准 老古龙的方法真是惯用 不知不觉又到了西瓜大量上市的季节 这个季节的西瓜不仅甘甜多汁 价格也比较便宜 并且现在的西瓜品种也特别的多 除了咱们这种红壤的,还有黄壤的 但不管是哪一种西瓜 只要咱们会挑选,挑选对了 吃起来就一定既甘甜又皆可 但是啊,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如何来挑选西瓜 以至于买回一个十几斤的大西瓜回家之后 吃起来感觉寡淡无味 就像喝白开水一样 瞬间就感觉心里面凉了一大半 想说买切开的回去吧 又感觉切开的不干净不卫生 那么今天就来给大家分享几个挑选西瓜的小技巧 学会之后,准备你挑选的西瓜 一挑一个熟,一挑那叫一个甜 我发现啊,有些西瓜上面总会绑上一些这种的红色 或者是其他颜色的绳子 但一直不知道它到底有什么用处 难道是咱们的瓜农在采摘西瓜的时候 还担心咱们的西瓜会像人生一样跑了不成 所以才会给它系上红袋子嘛 首先呢,我们需要看一看上面的花纹 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西瓜 它上面都有属于自己的花纹 不管是哪个品种的西瓜 它上面都会有这种的条纹 而这个条纹是连接咱们的瓜地和果旗的一条线 但是我们发现在西瓜堆里面 虽然说每一个西瓜都有条纹 而有些西瓜上面的条纹非常的清晰 可见,每一条条纹都是根根分明 并且每一根条纹都是从咱们的果地连接到果体 中间不会出现任何的间断和断裂的情况 但是啊,同时我们还发现有一些西瓜 它的这条条纹会出现模糊不清 甚至是直到一小半就不见了 那么遇到这两种情况 我们该怎么挑选呢 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如何下手 那么单从花纹来看的话 我们一定要挑选 西瓜表面的花纹看起来 简矩基本上宽度比较均匀 而且呢,它每一条都比较清晰可见 不会出现模糊不清的情况 像这样的西瓜 它的成熟度相比来说 比模糊不清的西瓜 吃起来会更加的甘甜 你要问我是什么原理 我只能说这是经验之谈 买多了你就会知道了 第二个方面 看瓜旗 瓜旗就是咱们西瓜中间 这一个圆圆的部分 看上去啊 还有一点点像咱们人类的肚脐呢 我们发现不同的西瓜 它的瓜旗 大小以及形状 都会有所不同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怎么下手 说到这里啊 我就想起了小时候 我家水稻田旁边 自己长了一颗椰成西瓜 你别说当西瓜收获的季节 上面还长了两三个小西瓜 掉在上面呢 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知道 原来西瓜的瓜旗 也就是咱们西瓜开花的地方 直到上面的花朵 凋谢 掉落 就出现了瓜旗 而在我们南方 西瓜的价格是相对来说 比较便宜的 一到夏季西瓜大量上市的季节 甚至卖到了两三毛一斤 那个时候 妈妈就经常说 咱们挑西瓜 要挑选上面的这个小点 比较小的 当时我并不知道 是什么原因 因为年纪小 压根不懂 现在长大了才知道 原来条西瓜旗比较小 是有原因的 因为咱们的瓜旗 直接连接到咱们的根底处 如果瓜旗比较大 那么它中间比较硬 而中间比较硬的那一部分 吃起来基本上都是寡淡无味的 那么瓜旗越大 中间的那一部分 所占的比例也就越大 所以说呢 反之 瓜旗越小 中间不甜的地方的比例 也就会越小 所以说呢 我们一定要挑选 果旗比较小的西瓜进行购买 除此之外 瓜旗往外涂 说明咱们的西瓜 没有完全成熟 还是一个青瓜蛋子 而咱们的瓜旗 摸起来和我们的瓜皮 如果是处于一个水平状态 那么说明这个西瓜 它的成熟度刚刚好 而咱们的瓜旗往里凹 甚至是凹得特别深的那种西瓜 就已经熟过头了 切开之后 你就会发现里面 基本上出现了大部分的空心情况 那样的西瓜 基本上没有多少水分 也被称为沙瓜 接着就是看瓜藤 瓜藤也就是瓜地的地方 挑选西瓜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挑选瓜地 看起来颜色比较翠绿 颜色相对来说 比较翠绿的西瓜 说明它比较新鲜 而上面出现了咱们的瓜地 掉落 或者是不见了的情况 那么很可能是 那个西瓜已经不新鲜了 而我左手边的这个西瓜 是买回来的时候放在车上 瓜藤被我不小心折断了 才会出现这种的情况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瓜藤的其他地方 还是比较绿的 所以说呢 说明这个西瓜 还是比较新鲜的 除了看瓜藤的颜色之外 我们还要看一看瓜藤 它呈现出来的形状 如果瓜藤成直线形 不建议购买 而如果瓜藤成这种 像猪尾巴一样的波浪形 这样的西瓜 吃起来就会更加的甘甜 最后一个方面 就是拍一拍 听一听它的声音 成熟度不一样的西瓜 拍打出来的声音 也有所不一样 一般情况下 从它的成熟度来分的话 如果是脆瓜 也就是生瓜蛋子 咱们拍起来是 啪啪啪的声音 那个声音听着特别的清脆 而如果成熟度刚刚好的西瓜 我们拍打起来 它的声音里面带着一点沉闷 有一点点像敲鼓的声音 同时呢 我们用左边的手拍打 右边拖着西瓜的这只手 也能微微地感到西瓜的震动 而如果是竖过头的西瓜 那么我们把它放在手上来拍打 声音就像是拍冬瓜一样 特别的沉闷 像那种的西瓜 一般情况下 中间已经出现了空心 根本不会出现手部震动的情况 像我的这两个西瓜 咱们听声音就知道 它们的成熟度是刚刚好的 切开来看一下 果然这个西瓜是不是皮特别的薄 里面的瓜壤止水风盈 没有出现任何空心的这种情况 说明它的成熟度是刚刚好的 刚才我们所说到的 过期的中心处可以看到 过期连接的中心处 就会有许多跟进一样的东西 如果果期越大 那么中间的跟进就会越粗越大 中间这一部分吃起来口感自然就不好 所以说看瓜期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今天呢 主要给大家分享了一下 咱们怎么来挑选西瓜的一些小技巧 那么如今又到了大量西瓜上市的季节 很多朋友都习惯吃西瓜来解暑解渴 一定要看一看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小方法哦 掌握这些小方法小技巧之后啊 专帮你挑选出来的西瓜 一个笔一个甜 皮薄 汁水还厚 那么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对你有所帮助 我是龙儿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加收藏哦 那么本期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